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提醒我们自己生命的宝贵 同时我们很多人也选择在这个特别的时候 去踏青 去交友 去享受当下的美好 我们都了解美好的人生离不开健康这个最重要的元素 我们可能大家对疾病治疗很熟悉了 我们知道生了病就要去医院 可是其实比疾病治疗更具有重大意义的 是我们平时的健康管理 这也是我们致力于分享推广 杰斯健康生活方式的动力之一 就是让更多的人提高健康意识 然后改善我们的健康行为 去获得更加丰富美好的人生 而说到杰斯呢 我只能说由于我自己的固定思维呢 使得我拒绝接受杰斯三年的时间 但是因为我以为杰斯就像我以前听过的 看到的 以为的那些很多的保健品一样 可能也就是心理作用而已 但是当我亲眼见证几年以后 让我自己的家人因着杰斯的产品 赶上了很多亚健康 还有很多慢性病到一定程度 我觉得这个见证对我来说太真实 太不可忽略了 当我后来做了研究之后 我真的是被杰斯的这一套 他把人作为一个整体的这样的 一个维护健康的这个理念 和他产品背后的高科技彻底的征服 我突然发现啊 其实我们在很忙碌于在临床治疗 越来我们想要在临床治疗上面 越来越精准的去做治疗的时候 其实预防医学再生医学 也现在越来越精准到 每一个细胞的基因的健康 所以其实在这个行业我知道啊 没有任何一家公司 其实是所谓的注定伟大的公司 每一个公司要做到做大做强 他一定得经得起实践和时间的考验 那杰斯呢在2009年成立 在第6年2015年的时候呢 就创下了销售了10亿美金的 这个业界的神话 那在这后面呢 他改变了很多家庭的命运 改善了很多人的健康 所以杰斯从2009年到现在这11年以来 不管是他的产品 还是他全球的这个创新的平台 连同我们创始人的大爱的文化 真的是让很多人 大概率的去改善了他们的生活 那杰斯这个品牌呢 也是越来越深入人心 而我们每一个位乐于分享杰斯的人呢 都拥有着一个共同的身份 那就是我们都是产品的爱用者 我们都是产品的受益者 其实就这两天呢 我们也刚刚收到了很振奋人心的消息 那就是杰斯将正式成为跨境电商 用1210的模式进驻中国 然后他会在进驻中国多个省市的 这个保税的这个仓储中心 那对我们这个消费者 或者说我们分享杰斯的人来说 我们其实可能对海关什么1210 可能不太清楚 很简单的来说呢 就是说杰斯他的产品 还会保证在美国原装生产 这样的话 质量是有保证的 然后呢 我们每个消费者 每个消费者呢 在我们自己的网站上下单的话呢 他就会很快的达到我们自己的手中 所以我觉得这对我来讲 是一个非常让人兴奋的消息 因为这样的话 我们真的就可以帮助更多更多的人 我也非常感谢 杰斯真的是 让我也打开了我以前的 这种固有的这个思维 然后让我接触到了一片 完全不一样的天空 我也非常谢谢我们这个 多个钻石团队打造这个每个周 周日 美国周六 中国周日上午这个时间 这个宝贵的时间呢 来跟大家一起在线上来交流 来谈论健康 那当然我们更要谢谢我们每一次的 我们这个丁平霜 钻石总裁 在这个幕后的这个付出 真的是特别特别的谢谢 我们今天的这个分享呢 跟我们上一次的这个讲座呢 差不多 我们有两个部分 我会请到我们一位也是洛杉矶的一个医务同行呢 跟我一起来做今天的这个分享 在这个分享的后面呢 如果我们时间允许的话呢 我们还会做一个可能10分钟到15分钟的这个问答时间 如果大家有疑问的话呢 可以把你们的一些问题 写在我们的这个问题的留言区 我们争取尽量的 帮大家解除一些疑问 那我们接下来呢 我们就 我就会请出我们今天的这个分享嘉宾 然后呢 他呢 是有一位 他是有着30多年的这个临床经验 我知道他也以前好像也留学过日本 然后现在洛杉矶一家医院门诊部呢 工作 他跟我一样 也是最开始的 可能我觉得真的是临床这个思维 他也是对 杰斯的这一套产品 真的是有点不屑一顾 而且也是差点和杰斯错过 我觉得可能最好的方式 就是让我们 亲耳来听一听 我们的这个洛杉矶的这位杨医师 他是怎么样跟杰斯绝缘 然后最后 也是一样跟我特别热衷于 来分享杰斯给大家的 我们现在就请出我们的杨医师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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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曼妮医生好 你好你好 杨医师给我们 简单的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的杰斯故事 就是你是怎么样结缘杰斯 然后最后为什么就跟我一样 我是拒绝了三年 我想你可能没有拒绝那么长的时间 但是你到最后是怎么样一个转变 因为我觉得在做临床这一块 真的要接受保健这一方面真的是很难的 不是那么容易的哈 所以能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 好的好的 其实我想每一个人都是从不信到相信的 从不了解到了解的 其实我们对每一件事情都是这样的 因为大家都是不可能是生而知之 对吧 都是生下来去学习很多的东西 那对这个杰斯这个他是一个新生的事物 就是对我们的医学同行来说 或者说是不懂一的来说 都是一个新的认知 刚开始的时候 我最早接触的是在教会的朋友 当然是非常的反对 看到了很多关于百里路纯 什么商街 真的是全部删除 根本就没有打开 但是呢也看到了两个字 就看到了百里路纯和商街这两个字 就觉得那对自己来说是没有关系的 但是后来因为我觉得也是一个缘分吧 在接触到了以后 在本来是非常反对的一个负面的 这样的一个背景下 突然呢有了一个好奇之心 就很奇怪说如果这个东西不好 那用过的人不可能一用再用 对吧 如果说这个公司不好 他不可能有人去经营 我就非常的好奇是谁在经营 他们为什么要经营 他们为什么要对这个产品要是要一用再用 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突然的好奇心的趋势下 我采约了非常多的资料 包括就是说美国的第三方网站 杰斯官方网站 还有就是从我们的医学临床交度去查了很多的关于百里路纯的这样的报道 我查完以后真的是非常的惊奇 只能说是我自己太浅薄 我不懂不了解 其实这个公司已经是 我是05年底才 15年底才知道这个杰斯 其实他就在我们洛杉矶对吧 但是09年 我不知道 其实真的是近在之痴 就在洛杉矶地区 我真的是对这个杰斯一物所知 对白流春也是这样 其实白流春也是好多年了 但是因为他不是我们的临床用药 值得去探求 所以说呢 在查阅了应该说是几百篇的文章以后 上掰个视频 在就是把这个杰斯的产品和制度详细的了解之后 我给我的推荐人发出了信息 我说你加盟吧 这个产品值得去用 也值得去分享这样的一家公司 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开始走进杰斯 那15年底到现在 可以说我对杰斯这个真的是越了解越喜欢 越了解 真的是对这个公司啊 包括老板老板娘 我们的团队 还有我们的产品 真的是喜欢的 不得了 应该说是每一个真正了解杰斯的家人 都是这样一个 从不相信到相信这样的一个过程 所以我们这个叫什么 一曲同工 然后到最后 其实大家都会进入到这样一个 就觉得自己真的以前真的是很浅薄 对吧 我们自己很多自以为是 然后到杰斯才发现 哎呀真的 我们自己太渺小了 这叫树叶有专攻 可能做临床的 我们其实不知道预防医学 还有这个营养医学 其实发展得很蓬勃发展的 所以呢 大家就知道了吧 我们在镜头前的每位伙伴 真的不管你现在 对杰斯的了解是有百分之多少 我自己呢 在杰斯 我跟杰医师差不多 都是五年的时间了 我们在这个五年的时间 真的是共同见证了非常多健康的改善 所以我们也有一个非常共同的一个目标 就是让更多的人 就说在我们还没有生病的时候 就要去预防这个疾病 或者说延缓去医院的这个路上 那杰斯其实作为一个很好的工具 就可以让我们去帮助到更多的人 帮助到我们自己自己家人 那接下来今天呢 我们的第一个部分呢 是由我们的杨医师来跟大家讲一下 我们这个肠道军群 然后和我们健康的关系 所以呢我们现在就请杨医师进入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 好的好的 谢谢曼里医生 曼里医生和丁总的分享 我是看了很多 但是第一次这样的合作 由我来分享一个关于健康的主题 好今天呢 其实时间很短 因为关于健康和这个杰斯的话题打开 我想是真的是几个小时是聊不完的 所以说就非常简单的 我们聊一下这个关于肠道健康 会提到这个肝群 肠道菌群与健康的关系 其实这个肠道应该说是非常重要的 对吧 因为提到健康主要是几个方面 因时睡眠运动 还有我们的情绪 那因时主要是由我们的肠道来消化吸收的 这个肠道呢 它在我们的人体电阶值的平衡 酸粘平衡上面呢 起到一个非常大的作用 那我们知道这个胃液呢 它是酸性的 那肠道呢是碱性的 所以说在这个胃肠道紊乱的情况下呢 会起到很多的这个 肠道的疾病 这个肠道呢 它在我们一般人的认知里面呢 认为它是个消化吸收器官 但实际上呢 它也是一个免疫的器官 不仅仅是排毒 那免疫排毒呢 是淋巴的排毒 但是这个肠道呢 除了这个粪便排出这个 我们食物的残渣以外 它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免疫器官 是我们身体健康的第一道防线 关于这个肠道的健康呢 首先与我们这个 因时的规律和平衡 这个平衡呢 主要是提到我们营养的平衡 其实是非常的重要 这可能与我现在工作的性质来说吧 体会很多 简单的提一个 在临床经常遇到的这样的小故事啊 因为我是在门诊 所以说病人呢 他在急诊课看完病以后呢 在两三天之内 很快的就这样的一个随访 其实我看到很多的青少年 在下午两三点的时候 会到这个急诊课去就诊 然后直接到门诊随访 他一般的什么原因呢 就是自认为自己是有什么心脏方面的问题 出现焦虑方面的问题 因为呢出现头晕心慌 在学校直接就是送到急诊课 这样的真的是很多件 这个主要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呢 其实很常见就是说 小孩早上起来没有早餐 中午呢又没有这个 没有早餐没有午餐 到下午两三点的时候 这时候身体实际上是一个 严重的这个脱水的状态 他一定会出现心慌 头晕这样的状态 在急诊课 实际上就是给他数了什么盐水 然后什么事情就没有了 那作为这个营养平衡来说呢 也是很重要 下面呢 我们会更多的去提到这一点 然后我们肠道的这个 常见的 未肠道的疾病啊 非常多了 从非常简单的一个消化不良 最常见的在临床给开药用药的呢 就是说胃的这个反酸引起的 急慢性胃肠道的这眼症啊 食物过敏 还有中毒 幽门螺旋感觉呢 其实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点 那我把这个简单的提一下 我想等一份曼尼医生呢 会给大家提到这个关于眼症和健康方面的东西 还有呢就是这个胃十二肠的溃疡 那胃肠道的一个脊症呢 就是胃肠道的穿孔 那它是有溃疡以后引起的 脊性的胃肠道穿孔 腹膜炎 还有呢这个是肠道吸食和炎症 肠道的做这个胃肠检查 会经常的去发现这个肌肉 一般的现在呢 最早我们是五十岁以上 没十年一次做这个肠镜 其实现在呢提到了 今年刚刚的美国提到了四十五岁 四十五岁以上就建议要做这个肠道的阶肠镜检查 很多的是会出现这个吸肉 吸肉呢 如果是发现的油 可能就要是每三年 每五年去做一次这样的阶肠镜的检查 那这个一般情况下 两性的吸肉多一些 当然也有癌症的 在这里我简单的提一下吧 也是在我临床上面的一个 关于这个油眉螺旋干菌 其实它可以引起很多的这个 很多的问题 从小到这个消化不良 的炎症啊 肤痛啊 这个我是因为看的是家庭门诊 那我曾经有一家 七十八岁的妈妈 还有四五十岁的 她的女儿儿子都是我的病人 他们都有这个胃肠道 这样的一个不是非常严重 但是常年用药用了有二三十年 我对这个所有有为肠道的 就是说不管是小到不舒服 到大到大的就是非常严重的 一定会做一个这个油眉螺旋 钻菌的这样的一个筛查 当然有些是阴性 遇到养性的病人呢会做治疗 这一家人他全部都是阳性 妈妈是阳性 女儿也是阳性 那我就给他开了两周的药 治疗完以后呢 有肤擦是阴性 那他们二三十年的这个症状 完全就消除了 当然这个还不是说 他们这是一个简单的 胃肠道这个症状 关键是油眉螺旋钻菌呢 它会引起伪癌 它是一个直接的一个治病因素 所以说美国呢也建议 对这个油眉螺旋钻菌呢 是要做治疗的 下面继续提到 我们这个胃肠道的 作为一个消化吸收的气管 其实呢 99%的营养物质 都是由肠道吸收的 这个很容易理解 食物在小肠内停留呢 3到8个小时 这个就是简单的了解下 我们肠道的 作为一个排毒来说呢 人体的毒素 80%是由肠道排除的 所以说如果要是说 因为便秘引起的这个毒素吸收呢 当然了 胃肠的这个直接的癌症是一方面 还有它会影响到 因为这个吸收毒素在 血管内循环会引起 心脑血管 还有别的很多方面 皮肤这个色素成绩 也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 免疫器官 其实今天呢 可能我稍微在这里面 就是说提到稍微多一些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面 其实肠道是机体最大的一个 免疫器官 我们人体的第一道防线是 我们的皮肤 对吧 首先是一个保护器官 其实肠道呢 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免疫器官 占体液免疫的80% 什么是体液免疫 那我简单的提一下 我们现在 新冠已经在打这个疫苗了 对吧 其实我们的疫苗 就是让人体产生这个抗体 那抗原抗体的结合 它就是一个体液免疫 还有就是细胞免疫 细胞免疫有我们细胞 比细胞借导的 体细胞借导的是细胞的免疫 像淋巴细胞 那我们肠道也是有很多的这个淋巴排毒系统 最主要的这一点呢 要提到人体最重要的一个储菌库 就是我们的肠道 其实我们每天排的这个粪便 除了是食物残杂 很多是这个肠道菌群来的 肠道细菌 它是一个正常的 去这样的理解 就好像是我们的树 树叶每一年长它会落 那肠道也是它不断的反制 那它会很多的这样的排除 这是一个很正常的肠道菌群 肠道菌群呢 在这里提到一个肠黏膜 就是说我们一般人的认知里面 肠道有很多的很多的细菌 其实这些细菌呢 它一般来说是不治病的 有三类这个细菌 有一类呢就是说益生菌 对我们人体健康呢 是有好处的 它参与了我们人体的这个消化 代谢和吸收 对我们人体是好的 那还有一类呢是中性的 不治病的 但是它在菌群失调的情况下 它会引起一些疾病 那还有就是绝对的致病菌 它是不允许 或者说我们就不希望在肠道 这个正常的肠道里面看到 那么在肠道和这个细胞 这个肠道的黏膜之间呢 它是有一层黏液的 这个黏液呢是由 我们人体细胞 肠道的细胞和这个细菌 共同的去维护的 可以把它想象为是一个 胡成河一样的保护着 我们人体的这个健康 如果要是说有什么原因 各种原因吧 就我们的抗生素也好 或者说我们化疗药的治疗 或者说是因为我们食物中呢 有很多化学的成分 就是说它会破坏了 我们人体的正常的这个肠道 这个菌群 因为正常的有益的菌群 它参与这个人体的代谢 还有一个呢 就是它维护这个平衡 如果好的细菌少了减少了 那么对这个致病菌呢 来说呢 对它的移植作用减弱了 就有可能引起我们这个 肠道的一些疾病 下面这个就是提到了 大家实际上已经看到 肠道的菌群数量太小 引起的这个免疫系统发育不良 淋巴细胞减少 这个就是说 关于我们细胞 肠道与这个免疫的这个关系 那么肠道菌群失调可以引起到 这个像焦虑啊 过敏啊 还有这个自闭症 老年痴呆 这个现在实际上提到也是非常多 我最近呢 因为也是解释的关系吧 我们应该说很多的解释团队的家人 也都认识这个谭老师 谭老师他的先生呢 也是维生物学的这样的一个专家 专门的有一个就是 益生菌和自闭症的这样的研究 有几百个小朋友 就是在服用这个益生菌的条件以后 对这个自闭症呢 改善是很明显的 所以说呢 这个实际上 肠道这个 不是说哎呀 一提到我们这个肠道 就马上就是说 哎呀就是补充菌群 其实这个饮食啊 饮食对这个肠道菌群呢 非常的重要 我是2019年9月份和我们的 广医生还有杰宏波士 一起参加了一个洛杉矶地乌界 肠道健康的一个大会 在这个吃两天呢 礼拜六礼拜天 整整两天真的是学到了很多的这个东西 关于健康的对于肠道的 里面其实也学到了一点啊 这个肠道对这个 因食对肠道菌群的影响 就说有些喜欢吃这个素食 有些呢更喜欢吃这个 肉 实际上研究呢 证明素食是更健康的 为什么 因为这个素食 我们的纤维素 它是在喂养 我们肠道的油衣的菌群 因为这个纤维素本身呢 植物素人体吸收不了 我们一般认为来说 它好像是没有什么用处的 不是我们就说像蛋白质啊 脂肪和这个糖 这是三大的营养素 对吧 这个植物素呢 也就是纤维素 可能一般认为它对我们 好像是作用不大 所以好多人呢 他不吃 很多人不喜欢吃这个蔬菜 但是呢 它是我们肠道的油衣菌群最喜欢的 那你吃肉的话 它实际上是很多时候 它是喂养了我们不好的菌群 这个也是就是说在这个次大会里面学到的 也提到了有一点 给大家分享这样一个案例吧 就是有很多这个西对夫的 它是几十年就是治疗 没有效果 不管是这个什么样的一个药物的治疗啊 就是一二十年不好 它最后采取的就是说只有做这个粪便移植 那么在移植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个案例 就是病人在移植之前呢 他实际上是非常瘦的 但是他移植过这个以后 他的腹泻的这个症状是减少了 减少了 减少了 没有了 但是呢就出现了一个 他增到了三百多磅 他原来可能就是说一百磅的 就是说是这样的一个很大的变化呢 就引起了这个医生的这样的注意 然后最后呢就是发现他这个 就是说捐献者实际上是一个非常胖的 肥胖者 他就是说在捐献的这个过程中呢 他只是擦了一个 他没有含有这个致病菌 但是呢并没有说对他别的这个肠道菌群呢 去做更多的这样的细分 那然后就是发现这个 实际上是因为这个捐献的本性的肥胖 他里面含有的这个 就是说让人体肥胖的这个菌群比较多 所以说真是的就是说阴食也好 这个对我们的菌群呢 影响是非常大 当然是 直接的就关系到这个疾病和健康 这一点呢也是 可能也有很多的朋友也听说过这样的 说肠道被称为人体的第二大脑 那也有这样的一个说法 就是脑肠肘 就是说我们的肠道是直接连通这个大脑的 实际上大家是这个也应该好理解啊 在很多情况下有压力的时候 像考试的时候 学生考试的时候 或者说是面试的时候 那当然古代也有很多这样的案例啊 就是相思病的时候 他一定是直接引起的就是说食欲不振 就是没有这个食欲 那在恐惧的情况下呢 会直接的引起一个胃痛的胃症软 那当然是生起别的这个情绪不良呢 都会引起我们胃肠道的这样的一些症状 那肠道的神经和大脑神经数量是一样的 有一千亿 神经 哎呦我怎么样 把这几个字给打退 那在肠道呢 也有和大脑一样的神经地支 我们知道这个大脑 这个神经和神经之间呢 它是由神经地支来传递的 实际上在这个大脑 在这个肠道里面发现 也是有同样的这样的神经地支的存在 分布在整个的这个消化道 所以说呢 肠道的这个整个神经网络系统 也被称为肠脑 或者说人体的第二大脑 这个就是说很简单了 人的七情六欲和我们的肠道呢 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那肠道它本身呢 也向大脑输送 95%的五腔色胺 还有50%的多巴胺 这都是就是让人体愉快的一些激素啊 所以说这个肠道和大脑呢 是有直接的联系的 那这点大家也就是说 也应该是更容易理解一下 为什么我们的益生菌啊 为什么肠道的健康 对这个自闭症和老年痴呆 是有直接的关系的 那这里面就不得不提到 我们的健康的因素啊 富含有益生菌和益生元的食物 肯定是对我们人体是 肠道菌群调节平衡有好处 那对我们人体健康呢 也是直接的 我们知道这个 肠道的菌群呢 现在已经研究发现 应该是达到了3000种 但实际上 科学家真正研究的 就是用的比较多的 可能也就是几十种 我们可以买到的 在市场上可以买到 可能也就是那个 五六种吧 比较多件的 品牌非常多 品牌可能现在应该是200多家 当时我们在参加这个会议的时候 我们的结婚博士也 专门的去问了这样的专家 就说有没有推荐 哪一个益生菌是更好的 那专家回答说 这个现在呢 应该说是都一样 不能说哪一个品牌 或者说哪一个益生菌 它就一定是好过 别的益生菌品牌 那就是说建议大家在这个 应该是经常性的 因为它不是说永远的 你补充了以后呢 就像我们的因素一样 也是一个要不断的 每天都去更新 当然酵母菌也是一个了 所以说这个 常见的这个是 潘老师比较推荐的是 保加利亚的一个乳酸干菌 我们下面会提到 杰斯里面的这几款这个菌群 这个含有益生菌的酸奶呢 我请 应该是一个专家 他自己在家里面做的 就是用杰斯的益生菌 做酸奶 这个我们回头可以大家都 一起的尝试一下 我在家里面做的我做酸奶 但是呢 我放的是别的这个益生菌 还有就是益生源 这个益生源呢 也就是说是益生菌的食物 对益生菌是有好处的 富含有膳食纤维的 那它都是对这个益生菌有好处的 还有害健康的食物 那大家也要了解一下 高盐高脂肪高糖油杂的食物 大家其实都知道这个像刺激性的食物 这个益酒 其实我昨天是也刚听了 另外一个关于益生菌健康呢 提到这个益酒 实际益酒呢 它会破坏肠道这个菌群 也就是那一层粘膜藏 实际上我在临床看到太多 关于益酒引起的这个各个方面的循害 像直接的外伤 头部的外伤 不断的在这个肝肾功能的循害 还有一个呢就是胃肠道的 这个和益酒直接有关的 引起的肤痛啊 肤泻啊 营养不良 这个太直接了 也包括这个咖啡啊 辛辣的食品 对这个胃粘膜和肠道系统紊乱 在这里面 简单的提一个小故事吧 这个也是我有时候会对我的病人 这样去啊 经常看到年轻的病人会提到这个 胃部不食的情况下呢 提到一个 有益健康的习惯 其实中医呢 一般来说是建议不要吃这个 辛辣刺激性的食物 不要把太冰冷的东西直接吃 但是我在美国的时候呢 是有一个 北京来的一个 他是阿人来的 他应该是家庭桥见时 很不错的 因为他提到有一个 什么习惯呢 就是在当时一般的 家里面还没有冰箱的时候 他家里面就有了冰箱 那非常特别是夏天啊 特别喜欢 那个冰冻的西瓜 还有这个冰淇淋啊 冰冰罐 他应该说是吃了 起码要一二十年 这样以后形成一个习惯 我们在一起住的时候 他是不能溅凉水 是温的 或者说是 比较温热的食物呢 他吃完以后 胃部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只要是稍微凉一些的 他吃完以后 马上就会胃痛 他这个习惯呢 就是说是 有这个冰冷食物 直接引起的 那我一般呢 美国应该说是 真的对这个是 非常的不注意 一般呢 你知道在这个美国 手术以后啊 也有那个 还有这个残伏 直接二十小时之内 全部都是在 手术室出来以后 直接就是给这个 就是这个冰块啊 直接就是给用冰块 三十分钟之内 不吃饭 直接就给冰块 所以他们是冬天也是 就是说 应用这个冰块 都是 但是还有一个是什么吧 就是说有些是 冰箱里面拿出来的食物 直接就吃 一次两次可能还好 但是你要尝些这样的话 对这个胃黏膜的循害 还有这个胃部的 引起的胃肠道不适 这个应该是很明显 当然了 它也引起我们 这个肠道菌群的 因为肠道本身 它习惯于 就是说正常体内的这个体温 如果你破坏了 它这个温度呢 直接就引起这个胃肠道的 胃肠道菌群的一个 寻害 对人体健康 它会引起 引起的就是 永久性的 就是这个症状 就像我那个朋友一样 它是永久性的 可以说它是 二三十年以后 它从此以后 它从第一次症状出现 它以后一直都不能再应用 那我们有很多朋友就是说 在没有出现之前 都觉得无所谓 像这个阴久一样 觉得无所谓 其实不是这样的 它就是说慢性的 累积性的寻伤 到最终真正出现 这个寻害的时候呢 就是说是 没有办法去再挽救的 前面提到很多的 关于这个肠道健康 那最重要的这一点呢 关于我们所有的 在线的解释家人呢 肯定就知道 我们这款医生剧呢 应该说大家都听过吧 我是听了几遍 周群钻石讲的 这个关于结义剧的 还有我们这个 新亚医生讲的结义剧的 都是非常的非常的好 我听完以后 也是非常的受益 我们简单的 就是说了解一下这个 首先我们的结义剧呢 是母乳提取的 含有五种的医生剧 还有三种的医生源 其实那个 这个蔬果酵素 八十八种 它只可以分进 这个医生源里面的 但是我们的杰斯公司呢 是非常的严禁 所以说它是把这样的 分开了医生菌 和这个蔬果酵素 我们的这个医生菌呢 结义菌呢 含有一千亿的活菌 我现在实际上是 因为在美国市场 还买不到 我是用到别的 也有医院的 还有就是说 美国市场上买到的 别的这个医生菌 在用 那我是真的是 非常希望能够 美国市场买到 这个结义菌 当然它这个技术啊 也是很多人会有 这个疑惑啊 我们的这个医生菌 会不会吃下去 在这个胃肠道 在胃里面 就被这个胃酸 给直接破坏 那实际上是会受影响的 那实际上是会受影响的 因为在胃里面 只能有这个油梅洛宣干菌 是可以生存的 别的是不可以 所以说这个呢 也是杰斯公司的一个 特有的 一个技术 三层的动心包买技术 就保证我们这个 是火菌 并且呢 可以被我们人体所利用 最近也就是杰猪杰斯以后 我开始对这个营养学啊 也是杰猪的比较多 读的比较多 我们团队呢 也有这个 大家一起共同的学习了几本书 也推荐给在线的朋友 如果是说还没有 就是说或者说 对这个有兴趣 还没有听到过的 有一个呢 就是说失传的营养学 非常好 还有这个 你是你吃出来的 这个你是你吃出来的 是我们北京的 安征医院的夏蒙老师写的 他是个营养科的医生啊 有很多的临床的案例 非常好 最近呢 还有我们团队在学的一本书呢 叫孤物大脑 这个孤物大脑里面呢 提到的这个肤质过敏 在美国呢 也很常见 就是glutin 这个 安征医院的 他对这个肤质呢 就是不耐受 吃完以后 他会有很多的症状 还有就是过敏 所以说在美国这个市场上 是可以买到这个 就是说 不含肤质的 像面粉呀 或者说有别的这个食物 应该说 我对这个 就是听到以后 我觉得大家是可以了解一下 去改善我们的饮食 可能会改善我们的健康 我也遇到了十几岁的小孩 因为他是在学校里吃饭 他就是必须有医生开出来的 这样的一个医嘱吧 他在学校 要这个 没有复制的饮食 也需要这个学校给他们提供 因为这个做出来的这个检测 检测 我做这个食物过敏的这个检测 他是有这个复制过敏的 我今天这个分享呢 基本到这里了 我看多长的时间 哇 已经超了时间了 原本应该是一个很简短的分享 我现在呢 把下面的时间交给我们的Mandy医生 Mandy医生呢 接下来讲我们关于 这个炎症和健康的关系 Mandy医生你在吗 我在我在 哎呀 我刚刚都已经听得都入神了 我都 我没有看时间啊 这个 没有没有没有 时间呢 时间还有 还有就是时间 你知道吗 其实我们平时就在吃东西 对吧 但是其实我们很少 有时候真的去想我们肠道 到底对我们来说有多重要 其实比我们想象的要更加的重要 我们以为可能我们的肠道只是帮助我们消化一个吸收 然后就排出去了 其实我们远远大过于这样的作用啊 你刚刚也跟我们讲了这个 七情六欲都跟我们的肠道有关系 我们这个肠老轴对吧 所以大家一定要 你想要更开心 一定要吃好 吃好喝好 然后呢 你知道我的老家是四川 大家一听到四川会想到什么 是不是会想到热腾腾火辣辣的火锅呀 可是你知道吗 我已经戒掉腾火锅很多年了 因为我也想多活几年了 所以真的是很不容易的 就是让你真的是去改变自己的一个饮食习惯 真的很不容易 因为可能是你从小就很喜欢吃的一样的东西 很习惯的一样东西 但是当你对你的人体 对你自己的健康了解的更多的时候 随着我们这个科技的发展 你就会发现 其实我们以前很多可能喜欢吃的什么 大白兔奶糖啊 或者是那些很多东西 其实对我们健康来讲 真的可能只是减法不是加法 所以真的是 但是呢 为了长寿 所以我们知道的 刚刚杨医生跟我们 跟我们讲的这些 关于健康食物 我们真的要 平时要注意一下 少吃 如果实在是忍不住 一定要少吃 OK 尽量是不吃 当然呢 你也没有办法完全的去避免这些东西 对吧 因为我们毕竟是人 人就是有弱点的 我们有时候会忍不住的这个胃口 就想去吃一些这些东西 非常感谢我们杨医生 今天跟我们的这个分享 那接下来呢 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刚刚我们杨医生也讲了 就是我们这个肠道啊 其实我身边其实有很多人 他们会有一些什么 前表性胃炎啊 或者肠炎啊 或者各种各样的慢性的一些炎症 其实作为临床上来讲 急性的炎症 比较好 比较好好处理啊 你找到这个病因呢 你给它抗生素啊 或者一些药物呢 就完全没问题了 那对于很多的慢性的炎症 其实我们很多人都有 我们所说的慢性的炎症 那这个炎症 我们其实每天可能都有听到 身边这些人 有一些这些问题 那个问题 但是炎症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 一个什么样的症状 或者什么样的病因呢 那我今天呢 我们也借助这个线上的这个平台呢 来跟大家我们一起来 来探讨一下 我其实在准备这个 准备这个PPT的时候啊 我真的发现 其实哇 这个 这个科普真的很不容易啊 伙伴们 所以我们很用心的来准备这些内容 为什么呢 其实 每一个行业 或者我们每一个专科里面 其实当你进入这个专科以后啊 在另外不同的科的东西 一些信息 有时候已经发展的很厉害了 还有一些就是一些基础的东西 你可能就慢慢的都会忘记 你可能就会以为就是那个样子了 所以在我去准备这个的时候 我其实自己啊 也学到了很多很多的东西 所以我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 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的这个屏幕 标题呢 叫炎正的白与黑 为什么说这个白与黑呢 其实就是有时候 它可能是白 有时候它是黑 为什么我放了一个这个 魔鬼和这个天使 就是当我们一下 我们等一下讲到我们这些 关于炎正的这个内容 大家就会知道 我为什么要放这张图片 在这上面了 下一页 我跟大家先简单的讲一下 这个发现炎正的这个历史 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啊 我们随着这个科学的发展 我们很多古老的时候 我们可能只是 比如说为什么我们首歌破了 怎么会出血呢 我们大家就OK 你首歌破了当然会出血 但是它为什么会出血 它里面到底是发生了一个 什么样的过程 所以其实你看 在公元一世纪的时候 一位意大利人 Celsis 他就描述了炎正的四个特征 就叫红肿热痛 然后呢 到1793年的时候呢 有一个苏格兰人呢 John Hunter 他提出的这个炎正呢 是身体正常的抵御反应 而不是病变 人呢又发现 他们通过这个显微镜啊 他们说 他发现这个 其实在发炎的这个时候啊 他发现血管有扩张 然后你看我们 他又发现了这个旁边 有白细胞的 然后吞噬的这个细菌 就是白细胞 他会去 这个去杀死这个细菌 你想一想 其实这些现象 我们平时 如果不通过这个科学 不通过这个显微镜 我们其实根本就不知道 从这个分子 从这个细胞层面 其实发生这么多的事情 然后呢 1821年 你看还更早的时候 他们就会发现 其实炎正还有第五个功能障碍 就是说 当你有了炎正的时候 你的关节呢 会影响你的行动 他其实他只是一个 很简单的描述 1927年的时候啊 英国发现 有很多化学的细胞因子 在炎正中起作用 其实我跟大家 为什么要讲 这个炎正的历史呢 就是其实 有很多时候啊 我们其实不知道 在我们的身体里面 发生了一些 什么样的事情 但是我们的科学的手段 一步一步的在发展 他会越来越 就是去 去探索 然后呢 去发现这些 然后有更好的科学的解释 这就为什么说 我们很多人的疾病 就像我很多病人 他说 哎呀 我半年以前 我检查身体 都是好好的呀 我所有的指标 都是正常啊 为什么你现在告诉我 我得了癌症 或者是我得了这个病呢 我怎么一点感觉都没有呢 那我会告诉他 因为就目前的 我们科技的 现有的这个条件来讲 我们要在这个时候 能检查出来 你的这个病症 它其实在你的身体里面 已经潜伏多久了 可能已经潜伏了 很多年了 对吗 所以其实这个科技的发展 其实身体里面的这些 一直是在存在的 只不过是说 我们现在还没有 更先进的 一切去发现 这就是为什么 很多人以前 好好的身体 突然就是 没有突然生病了 大家一定要知道 除非你突然可能 出了车祸 但是你所有的这些病 它都是慢慢的 由你日积月累的 这个细胞的损伤 得来的 OK 所以不要去怪医生 为什么以前 没有查出你的病 现在才查出来 是因为这个病 已经潜伏很久了 那到底什么是炎症呢 炎症其实很简单 其实在中医里面 我们叫热毒 发火 就是火气重 然后呢 西医呢 它有一个很科学的解释 它就说 发火 发炎 就是说 具有血管系统的活体组织 对各种损伤的 积极的防御性的反应 那我们通过这一句话 我们就知道 它里面会 会有包括我们的血管 对吧 因为我们所有的血管里面 很多的细胞 还有蛋白质 这些东西 这些好的东西 都在血管里面 就它 当我们要防御的时候 它们会取很重要的作用 然后呢 对各种损伤的 积极的防御性反应 积极的是什么意思 它是一个很正面的词 就是说 其实 它原来 其实它是一种天然的 保护性的 保护我们自己身体健康的 这样的一种生物的反应 然后就会觉得 原来 刚刚我们那张图片 那个天使 对吧 原来 其实炎症 对我们自身的健康来讲 它就是一种 有益的 这样的一个反应 它为什么 它就是要保护我们 抵抗有害的 外来的病原体 就像我们刚刚讲 就是细菌啊 病毒啊 这些毒素 什么化学毒素 这些都有 所以它的主要作用 就是消炎 灭火 然后帮助我们的身体 自我修护 然后恢复健康 所以这是 比较一个简单的 就是关于炎症的 这样的一个定义啊 然后呢 就是说 那能在具体点吗 我发火 它怎么个发火呢 这其实就是因为 当你受到损伤的时候 你受损伤的部分呢 它会发出一些化学物质 就像一个信号一样的 然后它就会刺激 我们免疫系统的 这个反应 那免疫系统又会干嘛呢 释放抗体和蛋白质 然后呢 刚刚我们有说到 这个血管 它有扩张 为什么它要扩张呢 因为扩张的时候 那我们这是白细胞 那我们知道白细胞 跟我们的免疫力 就是我们的免疫力 它会主动的流到这个 受损伤的这个地方 去杀死细菌 然后呢 我们就会血管 就扩充之后 然后到一定程度 然后红细胞呢 也就被动的就渗轻 也就被动的就渗出来 所以我们就会有时候就会 为什么割破 它会有流血的症状 其实是白细胞先去 然后然后红细胞的 慢慢的就被露出来了 所以它会有有 这个叫什么 我们说红肿热痛 它都是 然后因为这个扩张之后 它又压迫到 我们的这个神经 所以它就会有痛的 这个感觉 所以炎症 对我们是好的 是吧 我们到目前为止 我们可以这样说 是吗 然后呢 我这一页 因为我越往里面看 我就不知道 就是我们在跟大家 准备这个内容的时候 我就在想 我们要把这个弄得多深呢 就是这个内容 我以前有学过 就是说 他说做科普 你一定要就是要跟 就是差不多三年级学生的 这个认知水平 他如果能听懂 那说明你这个科普 就成功了 但是我想 以前的三年级的学生 跟我们现在的三年级的学生 这个智商可能是完全不一样了 我们现在三年级的学生 玩电脑 比我们可能都很 都厉害了 所以呢 所以我就跟大家又讲了一下 就是能在具体点吗 就是其实就是我们的免疫细胞 会干嘛呢 它会分泌细胞因子 我们这个细胞因子呢 它其实是有两种 一种是促炎的细胞因子 就是促进炎症的发生 因为我们知道 在炎症发生的最开始的时候 它其实是为了保护我们的身体的 对吧 然后呢 它又有一炎的细胞因子 就是说在你这个保护的差不多 细菌杀死的差不多的时候 它又会分泌这个细胞因子呢 抑制炎症的细胞因子 然后呢 就让你不要再继续杀了 OK 差不多了 然后它开始打扫战场 所以它们是精确协同 此消彼长 然后呢 这就开始 我们就开始 我们就所说的就叫炎症 原来可能还有一点双刃剑 就是为什么 当我们这个促炎的细胞因子 和我们这个抑制炎症的细胞因子 之间失去了平衡会怎么办 会怎么样 那我们这个炎症可能就会慢慢的会发展了 对不对 所以 我们身体的这个炎症对我们的意义呢 其实就是 首先要隔离 隔离这些损伤的这些因子 然后防止这些已经被感染的这些因子 向周围去蔓延 然后呢 它会调动机体内部的这些细胞 就像我们所说的这个白细胞 马上到达损伤的部位 去清除损伤的细胞 然后呢 去修复受损的这个细胞的组织 所以大家看到吗 我们虽然 站在这里或者坐在这里 其实我们身体里面现在此时此刻 这是发生着上千上万的化学反应 生化反应 他们随时都在为我们的这个 总体的这个健康 在做出他们的贡献 都在杀敌啊 所以我们一定要保护好他们啊 炎症的分类啊 炎症的分类呢 其实有很 有几种啊 第一个呢 就是由它的这个发生的位置 就是任何地方 比如说像我们的 胃炎啊 肝炎啊 肺炎啊 这些对吧 皮肤炎啊 肺炎啊 这些 还有一个呢 就是依它的病因 来分类 比如说它是病毒性的炎症 还是细菌性的 还有一个就是无菌性的炎症 无菌性的炎症是什么 就是其实我们人体自己 产生的很多的自由基 所以也就有点像隐性的 这种炎症 还有它有一个病理的特征 来分 来分这个炎症 什么变质性啊 肾出性啊 增生性啊 特异性 这个我们 我们现在不用去管啊 因为这是这些 这是这个生理 生理学家他们的事情 我们不用了解的太深 那我们可能大众来讲呢 我想让大家知道的是 周期长短 我们来分的是 急性和慢性的炎症 这是我今天想跟大家 主要来分享的 这个东西哈 那么急性炎症是什么呢 急性炎症 其实就是你的免疫系统 现在正在战症当中 那它的周期 其实是很短的 有时候只是几个小时 可能到几天 最多也就在两三周以内 那它自己可能就会 慢慢的就消除 症状就像我们刚刚讲的 红肿热痒痛 这几个就是炎症的 比较比较像什么 很很标准的这些 这些症状 基本上每个人都会有啊 所以急性炎症 在临床上很好处理 我们就要么就不处理 要么就让你自己的 这个免疫系统呢 去干嘛呢 就让他自己去做他的事情 然后然后呢 打扫战场 下一个是我们大家 要注意的了 那如果这个 我们刚刚讲的 这个促炎因子 第一可能 因为我们细胞的衰老啊 或者细胞的损伤 那我们这个免疫系统 它可能分泌不了 那么多促炎的这个细胞因子 或者说它分泌了 它有了这个信号 但是我们本身的免疫力 已经很弱了 或者我们免疫的细胞 它本身的功能 已经降低了 因为衰老的 各种的这个损伤的关系 那这个免疫的反应 它就会持续的去存在 就 那你的这个抑制 抑制这个 炎症的这个细胞因子呢 它可能又有时候 可能有分泌的太多了 人家这边 敌人还没杀完呢 他就把它给它抑制住了 或者说敌人 已经杀完很久了 他还 他还没有去抑制 对吧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就把它 就转变成了一个 慢性的这个炎症 它就会长数周 或者是到数月 或者到数年 我们身边可能有很多人 会有一些 比如说像内风湿啊 或者是还有 我们叫什么 克罗斯这种肠胃病啊 还有就是一些 长期的这些炎症 皮炎呢 或者说牛皮血 这些都是属于 自身免疫的这些问题 它就是因为 长期的炎症 没有办法得到解决 因为你自身的 这个免疫系统啊 它已经失去了一个平衡 所以它的这个症状 就像我们讲的疲劳 我们很多时候 我们觉得 哎呀好像有点疲劳 但是你去查血液指标 所谓都是正常 那就说明 其实你的身体里面 是有一些潜在的 慢性炎症 你可能 根据现在的科学手段 你可能检查不出来 但是通过这些症状 那医生可能会告诉你 那好好回家去 休息休息 改善一下你的生活 对吧 然后注意饮食 医生肯定会这样 会建议你的 有时候会会有可能 复发性的口腔溃疡啊 或者说 有些人比如说压力大的时候 他可能会出一些皮疹啊 其实这些都是因为 你的身体里面 会有这个慢性的炎症 已经在发生了 刚刚我们杨医生 也跟我们讲了 这个肠道的微生物 其实炎症 不是只是影响我们 比如说一个胃 一个肠 它是一个全身心的 我昨天晚上 听了我们这个 新雅医生的这个讲课 也是我也学了很多东西 所以其实我们每一个细胞 都需要我们去百般的 去呵护 不管是从基因 或者是我们的线粒体 到各个这个质子啊 这些都需要去呵护它 让它呢真的 好好的来保护 我们的这个身体 所以你看到没有 我们这个炎症 其实炎症 如果在大脑里面 它会让你会有 会有什么呢 就会有抑郁症 很多时候它会让你 会老年痴呆 还有这个叫什么 阿兹海默症 我们所以这个叫 隐性杀手 就是慢性炎症 很多时候在临床上 它可能只有 这一点点症状 那边一点点症状 但是你可能 检查不出来 你可能以为是 急性炎症 你给它吃了一些药 但是其实 它又护发了 这说明这个人的身体 它有慢性的炎症 它需要去做 全面的去调理 那很值得一提的就是什么呢 我们知道我们去年 因为这个COVID-19 就是说我们这个新冠疫情 对吧 我们说 哎呀让世界都按下了暂停键 这么这么的 其实我们COVID-19 还有我们1918年的这个流感 流感当时死了很多 那这个禽流感 这些他们的共性是什么呢 他们其实也就是因为有感染了 对吧 有病毒感染 或者是细菌感染 然后他感染了之后 为什么会死这么多人呢 因为我们刚刚还在讲 你刚刚还在讲 急性炎症 其实还蛮容易处理的 对吧 那为什么这个死这么多人呢 这个就要提到 我们有一个词 叫做 炎症风暴 炎症风暴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它就是在你的身体 想要去对抗 去杀敌的时候呢 结果呢 它可能有点过于了 因为你的身体 整个免疫系统 它已经就 因为衰老 它已经失调 所以呢 它去杀敌的时候 可能你看我们像 比如说新冠病人 它其实在最开始 减轻它的症状 其实是比较轻的 但是为什么到后面 就急转直下 然后到最后 可能就死亡了呢 就是因为到后面 你的你整个的 这个免疫细胞 它在这去杀敌的时候啊 它有点像那种什么 有点像那种 就是自杀式的行为 自杀式的行为 就是它放了 杀了很 放了叫什么 就发出了很多的 那个战士 去杀这个敌 但是因为 这些战士去杀敌的时候 它有很多的 这些垃圾 我可能又会引起 更多的麻烦 到最后 反而引起多个的 这个器官的衰竭 到最后 为什么有一些人 又从新冠 好像还能活下来 就是因为 当你产生这个 多器官衰竭 我们就把它放在 这个ECMO 这个机器上面 其实就是 有点像这个 人造的肺 人造的心脏 然后帮你延续 给身体时间 可能给一些 营养的这个辅助 给身体很多的时间 让身体 看看慢慢的 看看这个炎症风暴 是不是会不会 自己过去 然后呢 过去之后 然后你可能身体 才会慢慢的自我修复 那有些人 如果有很多基础病的人呢 他可能真的就不行 他可能一下子 可能就走掉了 所以这就是 炎症就是太 太保护 我们保护的 有时候 它有点过分了 我们也不要这样子的 刚刚我们的这个 杨医师跟我们讲 关于炎症呢 他也有一些 我们大家其实都 已经知道的一些原因 比如说我们的 高血糖啊 或者肥胖 本身就是一种炎症 像我们的自由基啊 氧化当你处在一个 很有压力的 一个精神状态下 那你的身体 就会产生很多的 这个自由基 那这些自由基 它就会产生 慢慢的累积呢 你的身体排不出去 对吧 然后它就慢慢的 变成一个慢性的炎症 变成我们的隐性杀手 还有就是吸烟 酒精 情绪 压力刚刚讲的 睡眠不良 营养不良 肠道失衡 加工淀粉 碳水化合物 药物治疗 环境毒素 过敏反应 这些都会引起 还有一个就是熬夜 哎呀 这个熬夜 有时候真的是 有时候忍不住 都会呆到 呆到忙碗 所以我这个 我自己真的也要 好好的去 去改正这样一个的 这样一个坏习惯 炎症的治疗呢 在临床上呢 我们 其实 我看到一篇文章 他说用1945年呢 成为一个 有点像一个分水岭 就是说在1945年之前 其实它是属于一个 急性的炎症时代 因为那个时候 大家有知道吗 就是那个时候 我们的人均的寿命啊 其实也就三四十岁 但是呢 在这个抗生素的 这个发现之后 1929年 然后被这个 阿里克兰德 就是亚历山大 弗莱明发现 然后到1945年 他因为这个 获了诺贝尔的医学奖 所以呢 到最后就慢慢的普及 到亚洲这边过来 然后呢 开始 就很多的 以前我们的一个肺炎 就死人的这种情况呢 就慢慢的 被抗生素给治好了 然后因为抗生素 又发展发展 又成了 有好多代的抗生素出来 这个 他只是用于 感染引起的炎症 但是为什么到后面 像我们很多朋友 比如说70年代出生的人 我们有一代人 为什么那个时候 他们会有一个 叫什么四环素亚 其实那个时候 就是因为 滥用了四环素 所以他其实有很多 长期的一些不好的 不好的作用 那个时候 可能大家没有注意到 不只是说 会导致你的这个 肠道菌群的失衡 滥用抗生素 他还会让你 比如说二重感染了 或者是让你有 我们叫这个super bug 就是叫让你有更耐 耐抗生素的 更强的细菌会出来 所以说 稍微有一点点感冒啊 什么的 千万不要去用抗生素 除非是你高烧不退 然后再去看一下 然后适当的用一些药 是可以的 但是千万不要动不动 就要去 就去用抗生素 特别是一些广普的 一些抗生素 他其实 像我有一些病人 比如说他说 他说哎呀 他有点什么 尿贫尿急 对吧 他要想要用抗生素 我说你等一下 我要去给你 给你那个叫什么culture 就是要去看一下 到底是你是哪个细菌 引起的感染 我才会给你抗生素 那此结果出来之前 你先大量的喝水 除非这个病人 可能已经都高烧不退 那可我可能就会选择一个 就比较广普的抗生素 先先用上 等到这个结果出来之后 我才给他换成一个 更加精准的 这个抗生素的这个药物 所以我们要知道 抗生素 它是用于因为感染 引起的炎症 那我们平时用的一些 抗炎药呢 一定要去选择 最好是选择那种 非内固醇的抗炎药 因为内固醇这种激素药 还是有长期的 对我们身体 有长期的副作用的 所以抗炎药 是用于非感染 引起的炎症 所以这两个是不同的 刚刚我们的杨医师讲了 其实 肠道 其实影响是我们 全身的健康 那炎症是不是呢 我们来看一下 有这几个 有这几个方面的病 大家知道 有哪些病 跟我们这个炎症 有关系吗 癌症 这个肯定是的 关节炎 内风湿关节炎 它就是一种慢性的炎症 然后呢 肢体免疫性的疾病 它绝对就是因为这样 糖尿病 高糖 高脂肪 这些饮食 本身就会产生你的 胰岛素的抵抗性 心血管的疾病 因为你的炎症 这些细胞因子 它会影响我们血管壁的健康 阿滋海默症 当你这个炎症 在你的大脑细胞里面去的时候 那你的这会产生 这就是我们讲的 比如说阿滋海默 或者抑郁症 这些都是跟我们的炎症有关系 肝病 像我们的乙肝 这些全是慢性炎症 神经性的疾病 所以慢性炎症 是可以导致很多疾病的发生 它没有明显的征兆 所以容易被忽略 它可能只是 就像我们刚刚讲的 可能只是有一点点疲劳而已 但是其实就说明 你的身体已经有慢性的炎症 所以我们大家知道的 最熟悉的可能就是 肝炎的病毒 会引起慢性炎症 导致到最后导致肝癌 那其他的这些 可能大家有时候 可能还没有跟炎症联系起来 像我们常见的炎症 我跟大家列在这里 我们身边 或者我们自己 或者是我们身边 是不是有一些人 有过这些炎症呢 基本上每一个部位都有可能 因为我是做肿瘤的 所以我必须要谈到这个癌症 我们说九炎病癌 这个不是说 是说着好玩的 因为它在这个实验室 因为它确实发现 癌细胞啊 癌细胞周围 有很多的这个炎症的发生 所以我们知道 其实全球每死亡 每一百个癌症患者 死亡当中呢 中国人占将近24个 那可能因为中国 我们的人口本身就比较多 还有呢 可能还有一些诸多的原因 比如说我们的早筛查 可能还没有 没有跟上 对吧 还有一些可能治疗 因为我们的这个文化 可能有时候他会觉得 哎呀 可能 你可能又太贵啊 我不想接受治疗 又害怕 所以呢 中国人占24个 100个人当中 所以每分钟都有将近 五个人会死于癌症 其实这次看起来 是冷冰冰的数字 但是如果这五个人 是我们的自亲好友 自爱亲朋 对吧 那我们是不是肯定会很伤心的 所以呢 我们如果能将癌症 扼杀在早期 甚至潜伏期 不仅治愈机会大 还能大大降低 癌症患者的身心痛苦 和费用的支出 这就不会让你一得癌症 你就全家到解放前了 那这个潜伏期 我们怎么样去治愈呢 其实如果当我们 知道我们久延避癌的话 那我们必须要采取 就是生活方式的调整 OK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要改变这个意识 然后才会去改善 我们的行为 你看早期宫颈癌 肺癌的治愈力 是百分之百 早期乳腺癌 和直肠癌的治愈力 治愈率呢 是百分之九十 那早期胃癌的治愈力呢 是百分之八十五 早期刚来的治愈率 是百分之七 所以其实现在 我们知道 我们在国内 我们现在也争取 做到三个早 早发现 早诊断 早治疗 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 要做到这三个 也不容易啊 因为为什么早发现呢 其实我们很多人 人就是有一个 什么样的共性呢 你没有症状的时候 你不会想要去看医生 对吗 你没有症状的时候 你也不会觉得你自己生病了 所以其实你要做到早发现 那就必须每年去体检 对不对 但是我们现在每年的去体检 他也不可能给你检测到 哪一样的很仔细 或者说他去体检的一些项目 他不是每个人都去体检 他的项目呢 也不可能概括你所有的 哪即便是你现在去做一些基因的 这个筛查 或者说基因的这个测序 他就告诉你了 OK你可能就早发现了 你这个基因有突变 你那个基因又有突变 但是那个时候 会不会也有点晚了呢 对吗 所以呢 我觉得我们要做到早发现 早诊断 早治疗 其实最最重要的 是我们要做到什么 早预防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一定要有这个预防的 这个意识在里面 预防就是什么呢 我们就是要去看我们的严正 还是我们一直讲的 还是要好好的去调整 我们的生活方式 知道怎么样去预防 所以我们就知道了 那如何来防火呢 防火是最重要的 而不是说等这个火已经出来了 然后就去灭火 所以防火很重要 要怎么做呢 是提高防火意识 然后呢改善我们的生活方式 然后呢增强我们的细胞的营养的干预 因为我们每个人 每时每刻都在衰老 所以你不能说 你现在好像什么没有病症 其实你 现在的你和五年以前的你 你的细胞完全已经这个功能啊 这是不一样了 所以你需要去帮助 就像我们刚刚讲的 我们这些白细胞 我们所有的这些细胞 都是在为我们的健康 他们有时候真的是自杀式的行为 就为了让我们更健康一点 那我们真的有这个责任和这个义务 去保护好我们每一个细胞 对不对 刚刚我们这个杨医师已经跟我们讲了 比如说健康饮食 其实抗炎饮食 对吧 抗炎的这些食物 就像我们讲的天然来源的维生素 矿物质 五色的蔬菜水果 黑紫色 红色 绿色 白色 橙黄色 其实大家吃的最多的 肯定是绿色的 我们大家都知道 绿色的植物对我们有好处 但是黑紫色其实也很好 那个什么紫甘蓝啊 或者是紫色的那个红薯啊 选这个黑紫色的去吃 姜果 姜果因为它是有很 那个花青素的抗氧化剂 所以呢 草莓啊 蓝莓啊 山莓这些莓类的这些 它都很强的抗氧化剂 它会帮助我们排除 我们很多的这个自由基 然后呢 它会降低我们的炎症 这是用最自然的方式 鱼 对吧 就深海鱼 然后呢 西兰花 我给大家列了一些例子出来 然后放在这里 大家可以截屏 然后回去看一下 我们就不一一的过了 那我们要知道 什么可以吃 然后我们还要去避免 去避免去吃那个什么的 可以促进炎症的这些食物 就像我刚刚讲的高糖的 还有这些精致的碳水化合物 什么 白色的馒头啊 面包啊 这些真的要少吃 因为这些导致我们的肥胖 然后增强我们的这个胰道素的 这个抵抗性 它就会导致什么呢 我们的长套的 这个通透性增加 其实这个通透性增加 它是什么意思呢 它其实你就没有办法 很好的去消化去吸收 你很多的好的这些 这个叫什么 好的一些蛋白制造 或者一些成分 它就已经就失去平衡了 所以天然糖 合成糖 它是有区别的 像我们水果 我们很多人说 哎呀 我们的配全精华 解释的配全精华里面 哎呀 喝起来也是甜甜的 会不会也是太多的糖分不好呀 其实没有这样说法 因为为什么 天然的水果糖 它其实是具有抗炎的作用的 当然你不能一下子吃太多 对吧 所以呢 尽量不要去吃合成的糖 还有就是人造的反式脂肪 我们一定要人造的黄油啊 炸薯条啊 炸鸡啊 或者是像我放在什么 曲奇饼干啊 这些糕点啊 这些都是对我们人体不好的 这些会促进我们身体 有炎症的这些食物 我们尽量要少吃 最好是不吃 当然过量的饮酒 酒精是没有 酒精的安全尽量是零 OK 它会直接对你的肝脏 我们以为酒精只是对肝脏有影响 其实它是对全身有影响 所以呢 酒精我们一定要尽量是不喝 然后加工肉 那我们知道 其实现在大家都知道 加工的食品不是很好的 我们都要吃更加有机的 更加天然的食品 对吗 我把这张图片送给大家啊 灭火器的建造和选择 当我们的身体有火的时候 就像我们平时的这个啊 你看中国大陆从2009年4月份开始 我们这个开始把火灾分为六类 并以此选择相应的灭火器 你看我们的火灾有ABCDEF 那我们的身体的炎症 我们要怎么办 我们也要去分类 对吧 然后呢 我们也要去选择相应的灭火器 我们这样才能让我们的这个身体里面的这个火 不要那么 最好让它不要有火 对吧 像防火 然后再灭火 然后呢 在火后重建 是不是 所以呢 我们要选择很好的灭火器 然后呢 帮助我们自己身体的这个灭火器呢 让它变得更加什么 智能化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大家都热衷于跟大家分享这个解释 因为我们如果把我们的身体比作一件一座非常豪华的这个宅子 豪宅 其实在我临床上呢 我看到有很多住着千万豪宅的人呢 那他们可能住着千万豪宅 但是他们自己的身体的状况 其实就像我们讲的毛坯房 所以我们不但要住着很很豪华的房子 我们要把我们自己这个豪宅呢 好好地给它打造 安装一套的 让我们的这个整个的灭火系统 让它升级 变成最智能化的这个升级版灭火 灭火器 这样的话 当我们有一些炎症的时候 它才会帮助我们去保护我们的健康 所以我说 如果你还没有病 那保持细胞的营养 让健康呢 就会更持久 如果你有轻一点的疾病呢 你可以不用药 但需要营养的支持 如果你已经有一些重一些的疾病啊 你肯定需要结合临床的治疗 需要用药 该用药的用药 因为杰斯产品不是药 但是它绝对可以作为一个很好的营养辅助 所以呢 更需要营养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其实我们每个人可能都可以在杰斯里面 找到属于你的那一款 所以杰斯的这个细胞优化管理系统呢 就可以帮助我们做到四个 第一个是预防敌人 我们好好的保护好我们每个细胞 让他们不要去生病 预防敌人 如果真的有敌人来了 我们就要去消灭敌人 对吧 消灭了敌人之后 有那么多垃圾呢 比如说 自由基甲这些东西 这废弃物 那我们还需要我们这些抗氧化这些东西 去打扫战场 然后最重要的是战后建设 战后建设就是像你的一个房子 你灭了火之后 烧烧烧的那些叫什么断壁残缘的 你需要去更好的材料去修复啊 所以我们人在随着衰老 我们很多时候是没有办法去重建去修复了 这就是为什么人会衰老的很快 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的这个产品 非常的简单 但是又非常的智能和全面 我们有这个AMPM 我们有刚刚杨医师讲的这个结义菌 我们也有最新的这个NM 让我们的线粒体更加有能量 制造更多的这个ATP能量 让这个细胞呢 更加的有活力 然后呢 去吸收这么多的这些营养的成分 我们有我们的Reserve 我们的抗氧化 我们的Mind 帮助我们的这个脑细胞 因为我们知道 当脑细胞有炎症的时候怎么办 你可能就会有抑郁 你可能就会有脑连痴呆 然后非力体延长我们细胞的端粒 然后我们的NARA 胶原蛋白 帮助我们的这个皮肤啊 发关节啊对不对 还有我们的Blue 帮助我们身体有更多的干细胞 让我们的细胞呢 更加的健康 还有扔干嘛 我们刚刚知道肥胖 其实本身就是一种炎症 那我们怎么样去做塑形呢 那就要靠扔这个 扔这个系列的产品 然后加上我们生活方式的调整 肌肤的防护 刚刚也讲了 其实我们皮肤 是最大的免疫器官 所以我们一定要 好好地保护好我们的皮肤 那当然还有我们的头皮啊 对吧 我们的头发 然后呢 精油 精油也是有很多 真的很多年的历史 可以帮助我们人体的这个健康 所以大家看到没有 杰斯的这一套 智能化的细胞优化系统 简单 方便 智能 全面的 让我们整个身体的这个灭火器 变得非常非常的棒哦 所以他会自己知道 哪里有火 他会自己先给你扑灭掉 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可能都是没有察觉的 OK 下一样 年轻方程式 其实抗炎症 我们今天讲了抗炎症 最重要的三个目标 我们就是要 因为通过抗炎症呢 我们其实是可以减肥的 大家知道吗 然后呢 我们还可以抗老化 抗老化之后呢 我们就会抗癌 这样的话我们就会 做到 我们就会看着年轻 我们感觉也很年轻 我们也可以爱得很年轻 然后我们可以思维也变得很年轻了 我们活得更加年轻了 然后呢 我们就会 没有那么多的炎症 我们就会变成年轻的一代 然后我们的生活 是不是就会变得更加的美好呢 所以呢 今天呢 我的内容呢 关于炎症的这个部分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可能这个内容比较多啊 所以呢 我希望大家 有节评的 我们下来呢 再好好的 再好好的交流啊 优优独播剧场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